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今天是大年初三 大家俗話說得好 初一早 初二早 初三就是睡到飽 對 睡到飽之後呢 就是繼續吃吃喝喝 打麻將賭個兩把 因為畢竟離開工日還有兩天 所以記得大家還有兩天時間可以玩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就是晚上要吃些什麼料理呢 很多東西一大堆拜拜的 從除夕除衣除二吃的料理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清冰箱 今天請到兩位來賓 跟我們好好的聊一聊 順便做菜喔 來 歡迎 我不知道初三穿醬子是對的嗎 外面還天氣滿冷 初三很冷 喜氣喔 喜氣要喜氣 真的 你過年真的會穿醬去拜你 會會會會會會 穿這麼少 加一個外套 真的嗎 我想說 長輩靠你穿醬子眼睛先看 但搞不好今年很 今年很OK 因為今年天氣 對 對 我覺得是OK 今年其實不太冷 對啊 那你看看喔 人家說紅水黑大白 等一下他還沒講完喔 他整個打扮 加上頭上這邊嘛 你拿一個箱一點 他整個就是大龍炮囉 到天炮 對不對 到天炮 對 那你就是年獸囉 對 年獸 就是大龍炮要來下年獸 神經病 神經病 對 但是人家說 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要忌諱說什麼 過年會穿黑色 人家說紅水黑大白 比如雨柔穿的是紅色 小楊哥就是黑的嘛 開玩笑 我這個只是因為你也知道啦 我們就是傲少年 那個年紀大一點的 就會比較冷 等一下做菜 我們就會把衣服脫掉 不要 我覺得你穿 穿得好 不用了這個 不用了 因為你這樣穿了 還可以把肚子收一收 謝謝 不是 重點是今年 新年快樂 大年初三 你怎麼肚子就大成這樣 沒有 不是 你也是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做菜是要反出 好像在做清外禮 清冰箱清除魚 不是 好不好 你看廚戲 大家已經忙了一天對不對 大家圍爐要做菜 洗菜要收碗對不對 那初一到處去拜年 已經撇了很多 心情很不好了 初二回娘家 從頭又被嚇到尾 對不對 初三好不容易睡個覺 晚上怎麼吃 隨便吃 把冰箱 剛才有的剩菜生飯 全部拿出來用一用就好 對 你擺太久其實也不好 對身體也不好 對 放廢 擺太久真的對身體不好 營養的部分交給我 我來喝比你 來 營養師劉怡 哈囉 大家好 可是我想出山的時候 我還想健健康康的 可不可以煮比較好一點的菜 當然 當然 雖然說是 可能有一些是冰箱剩下的 是 但是還算精附現健康 是喔 有很多的食材 還沒有被利用到 我們在冰箱裡面找一找 把它出來組合一下 又是一道美味家的 是啊 我不相信小楊哥 可以端出什麼黑胃肌 看得出來 真的喔 好 但我要問一下小楊哥 你今年過年有什麼 都在幹嘛 今年對我來說 真的就是人生的黑暗期 幹嘛 難怪你今天那麼黑 謝謝 因為以前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以前就是說 除夕夜吃完年夜飯對不對 去做做樣子對不對 對 做做樣子 出一出二準備就出國完了 對啊 對不對 對 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而且藝人就是過年的時候 一年就等這一天 就是等這個時候 對 那今年你要去哪裡玩 小孩生了對不對 保母又休假 你不可能叫人家除夕 出一出二來帶小孩對不對 對 人家也要回家過年 就是我的黑暗期 所以 所以你今年過年就是帶小孩 就是帶小孩對不對 好慘喔 好慘喔 好悲傷喔 對啊 為什麼你們都用曖昧的眼神 看起來很可憐 很可憐 很可憐啊 十幾個男友 我無法體會了 我們就說走就走 要去哪裡 日本 韓國走啊 今年哪裡也別去了 對 不過雨柔 我看到資料上寫 是你自己講的 不是我說的 你說你今年是第一次到 不家過年 比較特別的一年 對 因為就是 可以聊是不是 可以聊是不是 不只要照顧自己家 是你自己說不是我說的 就是還要照顧到另外一個家 對 為什麼 怎麼會 因為就是差不多啦 然後就是 氣氛也很OK啊 所以過年這麼喜氣的一件事 當然就是要一起 而且 她人又不在台灣 所以我更要照顧她的家人 所以 一個人回去 那也是穿這樣嗎 對啊 當然 公公婆婆怎麼看法 他們看得我很開心 對 就婆婆也參加 對 婆婆 婆婆這邊還開剎到過你 阿姨啊 妳回來了 所以 所以妳老公去哪裡啊 她去比賽 去比賽 對 她過完年 二月才會回來 對啦 盡量不要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幹嘛這樣啊 那不能幹嘛過年去比賽 因為就是剛好這個時間忙 其實就忙嘛 對啊 所以妳就等於是單槍匹馬 要去妳老公家過年 對 所以就比較 我有壓力 人家救你去嗎 對啊 我有壓力 就是 因為平常相處就很好 所以我不會覺得過年有什麼 我覺得會更開心 可是跟夫這樣 因為第一年你知道嗎 妳上桌妳也不可能大吃大喝 對 也不可能高談貨論 對 妳也不可能在那邊 翹翹嗑瓜子 不可以 因為平常的相處就很好了 因為她也不是只有現在比賽 以前也會比賽 對啊 然後她只要不是在台灣 其實我私底下跟她們家人的感情都很好 是 對 所以不會說因為過年就很生疏 那我是可以單補跟她們家人一起 喔 不好意思 那婆媳的關係 非常很好 真的嗎 妳想要挖坑給她跳對不對 對 聊聊天嘛 對 妳要問大家過年聊聊天 因為畢竟比較不一樣 對啊 就比較 我覺得比較特別 對 好 那今年聽說妳還有一件很特別的事 什麼 組了個樂團 對 怎麼沒聽妳說 看妳FB都沒在看 沒看到這個消息 對 因為就比較低調一點 對 可是還滿厲害 因為你的樂手老師全部都是 一線歌手御用的樂手老師 真的喔 組成的樂團 那妳是負責樂團裡面哪一個 翔板 翔板是吧 沒有啦 不是 我還三角鐵耶 翔板 我想說三角鐵是 還有沐魚有沒有 對 你主唱 你主唱 主唱還是主唱 主唱 這年過年有接活動嗎 有 因為其實我們的團還滿特別 就是我們除了我是主唱之外 對 我們每個樂手老師都會唱 對 所以每個人都是主唱 所以沒有就是 我們可能唱一唱或是合唱 或者是會發明一些改編曲 然後大家一起很歡樂 就看什麼場合去針對做什麼 是不是有點像HASHA的那種感覺 也不太那麼像HASHA 就還是 HASHA會有一些辣妹出來的 我們沒有辣妹 你就是辣妹啊 對啊 我們看場合 你該不會是穿高領那邊 沒有 就如果他們是那種高級的 有什麼我們端裝還是穿 有什麼那種 對 但是聊到那個就是過年啊 是 你知道藝人就是要拚尾牙齒 對 因為誰會發年終獎金給我 這個就是我們的年終獎金 你過年是不是知見不錯 最近我有接到一場比較特殊的 還要去菲律賓作秀 開玩笑 因為你是當地人嗎 因為你是當地人嗎 國際的作秀 夢多 等一下 什麼我當地人 我們遠渡從洋 去把那個歡笑帶給他們 你講錯人家夢多是泰國人 他就是菲律賓 不是 因為那個菲律賓 那邊有很多台商的朋友 對不對 我們就是帶一些故鄉的表演 給他們看也很好 例如什麼樣的表演 可是我跟妳講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妳知道嗎 妳有做過尾牙場是午夜場的嗎 午夜 妳是做 什麼好髒 是這樣 因為那個人家 做些黑的對不對 不是 椅子是空的 我們牙軸還安心牙好不好 椅子都是空的 空的椅子這樣 你都空的椅子 你是不是下面都空人 第一排都沒有人 然後都是些金銅玉琳 沒有 大過年了 好不好 真的有人是不是 有人 因為那個它是一個資訊業 科技業 所以它就是分三班制 24小時都有一個輪班 那我們就是說 晚上7點一場 那個很合理 大概到10點左右 然後回去飯店休息一下 一點又一場 然後弄到4點 快天亮 你知道嗎 對 而且是演一樣的東西 演兩場這樣子 好奇怪 真的啊 超特別的 我跟順哥 許孝順順哥我們很敬業 第二場我們還故意不講一些 重複的笑話 真的 反正沒人聽過啊 對啊 沒有 有的人會留下來 有留下來 他壓力超大 想說台灣的鄉親來 他們就會想來看 對啊 所以欣亞 安心亞也有在身上 有 她就是第一場唱壓軸 第二場唱第一棒 然後她就回去睡覺了 好快 接著唱 真的很特別 我是聽說啦 對 菲律賓的食物 好像不太合他人的口味 我跟你講 因為那天氣真的很熱 我們去那邊 穿這些人都會覺得神經病 穿這樣就對了 對 而且又可能是因為天氣熱 那可能就是要提升他們的食慾 他們怎麼弄呢 我跟你講甜點 會甜死你 對 然後來了一個義大利麵 我想說應該OK了嘛 對 鹹死你 就是他們口味要重 他們才吃了下半 很熱 像我們去泰國玩的時候 這個口味也很重啊 那個已經很辣了喔 他還給你一包辣粉有沒有 像那個披薩的那個辣粉 放在旁邊 誰會用 但是泰國的口味我懂 菲律賓的口味我吃不懂 我不懂 真的 重錢重點 上次去菲律賓出一個外景 他帶我們去一家餐廳 說那家餐廳的牛肉湯 只好喝 它是牛髓 然後去熬煮的那個湯 他下來了我喝第一口 可是 我心想說那個廚師是怎麼 他整包鹽感覺是整個倒下去 是不是 超級無敵鹹 你沒辦法再喝醉 但當地人喝得精精有味 所以就是 各地口味不一樣 口味不一樣 好 聊到我們今天主題 今天是大年初三喔 那相信大家冰箱 一定有很多的料理 然後有大魚大肉的啊 所以接下來我們冰箱的料理 到底要怎麼保存 因為拜拜其實有一些三生啊 或甚至有一些蔬菜類的啦 或是有些勾芡的東西啊 那通常如果是蔬菜類的東西 如果是綠色的蔬菜 那通常我們建議這一餐把它吃完 就不要 就吃不完就算了 真的啊 因為綠色其實大部分都是跟蔬菜B群 那如果你下一餐再加熱啊 再弄只剩下膳食纖維 所以其實如果綠色的蔬菜 我們就會抓說 這一餐有幾個人 那我們大概就是把它 煮幾個人份的綠色蔬菜 但如果是白色的蔬菜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冬天 不是會有一些大白菜啦 高麗菜啦 菇類啦 那個就是可以在隔餐可以再吃 所以綠色蔬菜都是當餐再加進去 我想要問一下 綠色蔬菜包括花椰菜那些嗎 其實是 可是花椰菜很多人處理方法就是 你花椰菜如果洗一整顆吃不完 你其他就是燙完之後就冷凍 這個再拿出來加熱就沒有 冷凍可以 冷凍可以 對 如果冷凍的話是可以 極速冷凍 比如說你燙完之後趕快把它放進去冷凍 那是OK的 但我是說如果說你這一餐 你的綠色蔬菜 如果吃不完不是會有剩嗎 對 你就放在保鮮盒 隔天再吃 綠色蔬菜就建議不要了 因為它其實沒有太多的營養價 那肉呢 然後肉類的部分 如果是魚的部分的話 或者是像有一些滷肉有沒有 通常過年都會滷一鍋肉 大家一起吃這樣 我們建議如果滷肉它放冷了之後 有時候這一餐大家吃不完放冷之後 希望可以再回溫一下再加熱一次 然後再讓它整個煮沸完之後 再冷掉之後再放冷凍 通常會希望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處理的 對 都要這樣子處理 但原理是什麼呢 原理就是因為你在吃的過程裡面 大家筷子夾來加去 其實很多細菌都在裡面 對 所以其實我們建議 到最後會再滷一次 放冷之後再放到冷藏 然後晚上你可以再吃這樣 湯汁也一樣 對 湯汁也一樣 對 然後還有就是啊 因為今天剛剛提到清冰箱 冰箱有很多東西對不對 過年最怕就是把那個冰箱塞滿 好 問題是沒有人過年冰箱沒有塞滿 對啊 因為過年菜市場休假 你要去哪裡買 所以以前婆婆媽媽都很緊張 很可怕 能塞多滿就塞多滿 對啊 我們家更誇張 我們家兩個冰箱 我媽已經把它塞到滿到 塞到鄰居家的冰箱去 這麼滿 超扯的 還怕塞不夠喔 把她妹妹也塞進去喔 沒有那麼誇張 我妹是常溫的 好 那如果塞滿其實最主要 因為南米也會塞滿 最主要是你伸熟食要好好放 最主要是你伸熟食要好好放 比如說如果是那種生的東西 你不能放在上層 你要放在下層 因為塞滿你會亂七八糟 到時候你要拿東西出來 它的那個湯汁會滴下來 對… 所以因為塞滿現在 你叫你不塞滿 其實你都已經塞滿了 對啊 你現在你跟電視器 今天觀眾朋友講說 你沒有 叫你不要塞滿 不好意思都已經滿了 對啊 都已經滿了 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開 分開 她妹妹是生食還熟食 我妹是生食 那妳就是熟食 所以我們兩個也要分開 妳都要盡盯一下 喂 不要在那邊亂聊 那真的在上面 熟的在上面 對 然後另外就是 有油脂的東西 包括如果我們今天有魚 有肉 這種有油脂的東西 如果你要做保存的話 包藥冷藏或是冷凍的話 建議都是用玻璃的器皿 因為如果用塑膠的 它其實這些油脂會四方 會跟塑膠會有塑化劑 會交互作用 會四方式毒素 所以盡量是用玻璃的 對 可是有些人是用 塑膠的保鮮盒也不行 盡量不要 如果是油脂類的 肉類 魚 海鮮類 對 但是你放蔬菜水果是OK 所以其實你現在應該要 劃分開來 如果你們家是塑膠的 那種保鮮盒 就放蔬果 蔬菜水果 對 那如果是那種 肉類 魚啊什麼 你就放在玻璃的保鮮盒 這樣相對來講是比較安全 OK 那海鮮類呢 過年也要吃海鮮啊 海鮮是為什麼 常常會很多人 就是拉肚子 重新拉肚子 那就是因為你的海鮮隔餐吃 隔餐吃 隔餐吃 不是 海鮮怎麼可能 不能隔餐吃 海鮮盡量不要隔餐吃 蝦子跟螃蟹之類的 其實它是最容易腐敗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隔餐吃的話 中間還是要放冷藏 然後再加溫 可能隔一個晚餐就還OK 但是如果你隔到隔天啊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或老人家 如果腸胃功能不好 其實很容易拉住 怎麼可能啊 那我們過年做超多措施 因為又要魚 又要肉 又要蝦子 過年媽媽很常燙那個什麼白蝦 燙一整盤的白蝦 白起來又紅紅通通的很氣派 根本就吃不完 然後隔天他一直叫我們吃啊 而且魚也不能吃完 因為一定要黏黏有魚 所以一定要同感 到最後也是丟掉啊 因為不能吃 不能吃到底哪一天才可以吃 哪一天才可以吃 其實是可以買到 就是我是說當一餐你把它吃完 我不是說你不能吃了 是說你不要剩到 比如說像我剛剛提到的蝦子 或是螃蟹 那不然就是你保存要好 你放冷藏的時候保存要好 可是我們建議中午煮的 晚上一定要把它吃完了 就是真的海鮮類不要放到隔天 我們現在講是不是有點為食一彎 因為大家就是除夕為毒的時候 就是吃最多 所以建議大家明年好不好 就食材不要買那麼多 就年夜飯夠吃就好 要不然也浪費 因為很多人擔心說 什麼過年的時候市場沒開 就是大買特買 超市什麼都已經在大年初 三其實都已經都開出 都已經開了啊 大家就不要浪費食材 不然每次年過完之後 大家就是一直在拋棄食材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就要教大家 如果你現在家裡冰箱很擁擠 一定要收看這一集喔 我們就教你把冰箱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 然後把它大雜燴之後 變成一道好吃的料理 所以雨兒今天要帶來什麼 應戰呢 新春國籍包 你騙一下 這次不是早餐嗎 早餐 我跟你講你要把那個剩下來的 你為什麼要偷拉雅漢堡的酒店 為什麼 不是我 稍微拉雅還沒開啊 還沒開啊 還沒開喔 稍微是意思啊 好 你不要叫我 你還沒攀牌喔 韓強哥你要弄什麼呢 配合雞年嗎 對 大雞大利 迷你米披薩 迷你雞 等一下 迷你米披薩是什麼 是 從那個除夕那時候 其實喔 爸爸媽媽他們都會煮一鍋飯 幹嘛呢 那就想說如果吃不飽的話 還可以吃飯 對啊 那鍋飯就會一直放著 如果我們把它做成了披薩的底部 然後我們再把呢 冰箱裡面一些沒有用到的食材 然後來 放在上面 對 來充食它 你這樣不是就一道好料理又出來了 其實有一點跟它一樣的概念 只是上面沒有蓋成那個 對啊 講我耶 就是它上面是蓋麵包 交換啦 交換是麥漢堡啦 你們都很沒說 它上面蓋麵包 上面蓋沒來 你下次有什麼差別 你幹講我耶 而且它這個還比較健康 你真的哪有空 你只講我 我營養成飯沒去 這是哪個早餐店會有 好 您講 沒有 早餐店不會賣出的 是不是 對 原創 比較有創意啦 好 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 明星新春料理PK蛋 首先宇柔要來幫我們做這一道 新春補給包 補不住是補給的 新春補給包要教你呢 把冰箱裡的剩菜剩飯 全部都拿出來 然後縱合一下 變成另外一道料 然後這一餐吃的就會非常有緣 好 用到什麼食材呢 新春補給包有用到 魚肉 一定有嘛 雞肉 美乃滋 洋蔥 蛋糰 黑胡椒還有吐司 其實很簡單 非常簡單 這就是我們新春會 上桌的那個魚嗎 就是年年有餘的那一條 對 每次都要弄很大的 然後還會有剩的那個雞肉 雞肉 對 我們就用它來組合 真的假的 對啊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就先把洋蔥切小丁 好 好 先把洋蔥切小丁 所以你男朋友還 就是還沒出國比賽的時候 大部分那家都是你在做料理 對啊 而且他那天還打電話回來跟我講說 很想念的 真的嗎 還好他沒有在演藝圈 什麼東西 毒死你 滿會演的啊 真的 你不要這樣好 你那是真誠的好不好 真誠 對啊 我們就先切小丁 好 切完小丁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一個碗 如果你很愛吃洋蔥 你就會在家裡 因為洋蔥吃的味道很難 對 我們過年大魚大肉 好像很少會出現洋蔥 而且大魚大肉都是豬肉有沒有 豬肉居多 那紅肉飽和脂肪酸超高了 所以其實要吃一點辛香料 對 比如說蔥薑蒜啊 那洋蔥其實早上吃非常好 對啊 剛好你早上起來吃 其實早上非常有精神 因為你除夕初一初二都大魚大肉 所以初三早上第一餐 我們就來吃這個 OK 好 然後再來我們要加沙拉醬 沙拉醬 去超時都買得到的 你健身你會吃美海滋 你不相信 對啊 你吃 我運動量這麼大的不怕 而且你加超多的 對啊 你有看到怡里在蹬你嗎 沒有 因為這個量很 就是我們要做的份量很大 份量很多 OK 不是要全部吃 吃下去太廣東 好 我會這樣把它拌一拌 對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剩下的魚肉了 對 魚肉剩了 我們就把魚加到那個 剛剛調的沙拉醬裡面 對 你就把那個魚挑出來 然後把它倒成碎碎的 對 把魚肉挑出來 然後去碎肉 對 對 就有點像是鮪魚罐頭那種感覺 對 好 但它有掉了一個辣椒 而且重點是要記得去刺喔 好不好 對 小龍哥你是什麼臉啊 我覺得 我就是想看說 它到底會把那個醬料裡面 到底還要加多少的東西 對 沒有 因為它現在就是 很努力的想要把 就是大家已經吃不完 剩下的那個魚 對 把它拿出來 你不要看它除了可以當你 起床第一餐 其實如果你起得早 它下午茶 就是大家在客廳喝茶什麼時候 也是可以吃的耶 是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沒有騙你 好 好了對不對 拌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需要烤麵包 烤麵包 OK 好 我們把麵包吐司 放進去烤之後 對 我們需要三片 第一層我們就把 剛剛拌好的這個沙拉 加那個魚肉 你這樣就把它放上去了 對啊 就把它鋪第一層 對 然後接下來 黑胡椒 對 撒一點 可以提個胃 對 那雞腿沒有關係 初五拜天公的時候也可以 你可不可以 等一下就要用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急啊 等一下就要用了 然後我們就蓋第二層上去 第二片吐司 對 這是一個大麥克的概念 對 然後蓋上去之後 我們就先鋪那個 番茄 大番茄 我最近大番茄有鬼 我都買不下手 因為你自己要我吃的時候 對 所以下手重點 反正是媽媽冰箱裡面拿的嘛 對 家裡有一些生菜也可以把它 生菜也放在 然後接下來就是 剩下那個雞肉了 快囉 雞肉我們要幹嘛呢 我們要把它拉起來 唉唷 翔哥開始巴馬了 他不吃雞 沒有 還好 還好 這是必須的嘛 那我就只好拉一隻出來 對 一整隻 我們就把它拉起來 對 變成有點像屁股 對 對 欸 我真的覺得這道很有創意 而且他真的是 沒有在騙大家 他就是拿真的 家裡的東西來弄耶 對 而且你說 你說那隻雞腿放在那邊 你媽叫你吃 你絕對會吞不下 你一定會跟他說不要 乾吃很難吃嗎 對啊 而且重點是 你除氣 除一 除二 都一直在吃同一隻雞 那你那個 那你那個 你到底是不是 你看那隻雞有多冤 對啊 真的 我們要把它真的消化殆盡 要把它吃完 這看起來滿營養的 對 而且你這隻煙燻的 對 因為你家人自己吃 就不要小氣 對 就是如果是拿去賣的話 就撕兩條就好了 好 OK 接下來我們有這個蛋皮 煎好的蛋皮 蛋皮煎好的 但大家應該會想說 要不要把它切那個大小差不多 但其實我的做法都是 把它折大小差不多 對 剛好有厚度 吃起來剛好也沒有口感 對 因為要不然蛋就感覺它 沒有存在感 對 而且如果是你旁邊切掉 就感覺很浪費 對 對 好 來喔 就這樣 聽說你們家過年的時候 以前都會 就是習慣會吃水餃 對 而且你知道水餃不是 我要灑白胡椒 灑白胡椒 那個水餃不是什麼 金元寶 對 你要包錢 要包一塊錢 對… 然後我們家的傳統是 就是包了一塊錢 只要吃到一個一塊 就給你一千 要包起來要吃 很好耶 然後可能300克裡面 會有10克一塊錢 然後我跟我哥就包起來吃 然後就最後剩我跟我哥來PK 因為我們兩個拿到一塊最多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吃 想要盡量把那300克吃完 對 300克很多耶 我們吃到200多顆的時候 發現怎麼樣都是 上一看就9顆 對 就只有9個一塊錢 所以到底還有一個一塊錢在哪 對 等到我們吃到299顆 吃完 然後發現沒有最後一個一塊錢 對… 說那一塊錢到底在哪 對 然後我們要大笑 然後我們要大笑 因為他在廚房吃一碗 因為一塊錢的那個水餃 黏在煮水餃的鍋子 超軟的 你們還吃了299顆 我已經是要注意破掉了 你知道嗎 可是你吃那個裡面 因為這個是習俗嘛 裡面要包一個硬幣嘛 對啊 你咬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因為過年的時候牙科都沒開了 對 咬一個那個牙啼啼啼 對 好話說你要等到那個牙醫開 對 那大概要出5幾號囉 對啊 是的 在我們聊 咬不要太大力的過程當中 有已經做好了耶 對 很方便 很簡單 牙籤 我們插在哪呢 插在 靠近四個角的地方 我剛剛插在 回答說插在麵包裡 插在四個角 靠近四個角 對 四個麵包 好目的 OK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切開了 其實很簡單耶 對 好 可以吃嗎 OK 好切啦 OK 還OK喔 這樣它就不會散掉了 對 而且這個吃Brunch其實超飽的耶 因為它有三片土 這是滿厚的 對 很厚的 它的料其實滿多的 對 如果營養價值來看的話 真的還不錯啦 對 重點是我覺得它很棒 鹹七涼五真的是OK 因為它在裡面 很漂亮耶 有沒有 很漂亮對不對 是 然後我們稍微把它擺盤 稍微給它裝置一下 其實很簡單 你們大家在家裡真的可以做 對 其實大家不敢 一盆沒想到要這樣做 不是啊 因為你就會覺得那個魚 就是被逼著要吃掉 然後猜拳輸的吃啊 對啊 好啦 那個 這個 甚至就是早餐店 都還沒開的時候 就做了這道的料理 那儀里幫我們分析一下 剛剛我們在笑它了對不對 其實它真的是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道 第一個 說實在的 過年媽媽們都不想進廚房 都要想要休息 對 因為你的夜飯已經煮了 初一大家可能都在七八糟一團 然後初二回娘家 大家都再煮一頓 對 初一家媽媽都不會想要做菜 不想煮啊 所以最簡單的東西是最好的 是 所以小小哥你不要笑他 他這種就是大概五分鐘就做好 其實沒有 沒有 我替他 我是一種開心的笑 想說 雨柔真的長大了 妳知道嗎 對 已經邁入這個 閒七糧合的一個階段 真的很棒 對 因為我就覺得以前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沒吃完 最後就把它丟掉倒掉 對 超賢慧 那給它敲出來 而且它這樣子其實很簡單 媽媽學了之後 她就知道初餐早上 我們就是要弄這樣 最簡單又不用開火 但是記得就是說 因為我們裡面有魚 然後有雞肉 其實如果說 如果你要稍微讓它比較 就是不要有安全上的顧慮 我建議可以在鍋子裡面 稍微加熱炒一下 還要先加熱炒一下 對 如果說加熱可以稍微炒一下 魚肉啊 因為你其實是 如果是醉的魚肉 如果是從冷藏裡面拿出來的話 會先加熱 對 會先稍微加熱炒一下 讓它炒香 然後相對的話 加熱也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做 其實就很快 可是做完就是要吃完 不要再放了 這真的不能再放 再放的話你就要拉肚子了 對不對 對 因為它已經是生菜生飯了 已經是第二次了 對 OK 接著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小梁哥 他的清冰箱料理是什麼呢 好的 小梁哥 今天要幫我們做的清冰箱料理是 迷你米披薩 是的 所以顧名思義就是用米來做的 對 白飯一定會有 而且剩很多 對 紅椒 黃椒 這一定有的 對 綠花椰菜 魚板 起司絲 美乃絲 海苔絲 你這根本也是早餐店的東西 對 可是呢 因為這些東西呢 其實它都還是一個食材 對 不像上一道料理呢 有的已經被做成成品了 對不對 好 來 現在罵誰的料理 上一道 上一道的 好 來 怎麼做呢 很簡單啦 就先切絲嘛 對不對 你先切給我們看 切啊 好啊 我們不要那邊呼嚨說有人切好 沒有 我們這個是現切的好不好 要切多久大概 就是大概 切到大概 你沒有切斷耶 切斷才切斷 你都沒有切斷 有啊 切斷啊 而且你拿刀 為什麼感覺有喝酒之後再拿 你知道他拿刀是怎樣嗎 你趕快看 它又晃來晃去耶 你不要講這個 我們是真的有切到啊 不是 可是問題是你刀子 對不對 刀子為什麼你剛切的時候 是這樣 這樣子 你是不是可以穩穩了 沒辦法 這個黃椒它就調皮啊 會溜來溜去啊 對 對 酒後不切菜 真的啊 酒後不能 不但不能開車也不能切菜 而且你看 切這個 切得多好 你給它切薄片 你知道幹什麼 對 好 絲 這都是絲 大人出山不要發脾氣 好…就是切絲嘛 我們黃椒把它切絲喔 紅椒 那紅椒要幹嘛呢 一樣也是要切絲喔 你再切了看有沒有進步 有沒有反啊 你是不是弄反了 也要切絲喔 好不好 好 怎麼都沒切斷耶 有斷啦 剛剛第三刀才會斷 對啊 你真的不會切東西耶 有啊 切得很好啊 你看 你幹嘛切砧板啊 對啊 你一直在切砧板 有什麼事嗎 絲 都沒有斷 你看這都是彈性 有啦… 有斷啊 沒有 有啦 你看 每個都好斷喔 剪不斷 好 好不好 切絲喔 好 都把它切絲 好 魚板 魚板一定要的嘛 對 還猜 你剛剛做什麼動作 你剛剛把你切的 藏在別人切的底下 也沒有把它放 還說我成品 自己還不是一樣 魚板 魚板這個一定有的嘛 魚板 過年的時候就是圍爐嘛 對 圍爐的時候就要吃火鍋 吃火鍋一定會有 火鍋一定就會有這個魚板嘛 對不對 那各位看到魚板的 都一定是切片嘛 對不對 他在幹嘛啦 他在努力 不是 夠了你要切片 刀子 刀子 刀子不是從頭 就是先碰到砧板 你要東西… 你要先碰到東西 你現在是先碰到砧板 對 他真的切砧板 好棒喔 對 這樣不是很好 不是你又碰到砧板了 你看 沒有辦法這個刀子 就這樣… 刀比較重你看 就是切片嘛 好 然後咧 就把它切片嘛對不對 切片了以後呢 然後就要切絲嘛 切絲來 對 然後就變成這個魚板的這個部分 對不對 你看這是魚板喔 這是魚板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這個 剩飯 肌底的部分 這個也不是說剩飯 就是隔夜飯 隔夜飯 隔夜飯 而且隔夜飯抗性澱骨滿好的 對 那因為呢 因為它本身呢 其實呢 它就有一些黏性的 對 所以你並不需要說 又來加水啊 又來又要幹嘛了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捏它感覺好硬 那這個就是呢 我們這個基底的部分 那這個要幹嘛呢 其實很簡單啊 我們要把它按壓在上面 然後把它鋪平 鋪平 鋪平 因為它就是代替那個 我們漢堡的麵皮 對… 會不會太厚 請問它不是小迷你披薩嗎 為什麼會變得那麼大 因為我想說四個人要吃啊 吃嘛 應該OK啦 不要再勉強它了啦 對 它原本是說 你根本就圖文不符啊 你剛剛那披薩超迷你 是迷你的 但是我們現在做這個是大的嘛 對不對 大披薩 因為這麼多人要吃 好 好 那怎麼弄呢 老師你覺得它的食材拿下去炒飯 會不會更香啊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挑戰太困難了 大年出生還是輕鬆一點的生活 好東西喔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把這個切的絲呢 把它放到上面去 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可以做一個親子的互動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把它放上去也可以嘛 比如說小孩來也可以用嘛 對不對 好 來 放上去 好 紅椒放完換黃椒 黃椒嘛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這個顏色 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你們再吃好了 等一下烤出來 你們就知道了 其實很好想像 這披薩都會擺上去 只是那個雞點 你就用飯來帶住而已 對啊 這個滿簡單的啊 你就 當然是簡單啊 其實我覺得你上面 也不一定要加這些東西 你看你家的那個冰箱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 對啊 會有什麼你們覺得 可以放在上面的 年糕啊 感覺好 味好脹 我想想看冰箱物 雞來了 雞啊 雞喔 高麗菜之類 高麗菜也可以吧 剛剛呢 那隻雞呢 他的另外一隻腿來了 是不是還要繼續的 再把它利用完 對 對不對 那一樣我們也可以那個 把它拉成絲啊 對不對 對 因為拉雅漢的 還是沒開啊 出山誰會開呢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把它拉成絲嘛 對不對 你這個根本就在模仿劉宇柔 只是他用那個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很難拉 不會啊 還好 在笑我啊 是不是很難拉 不好拉 我們就是要把它拉絲 對 然後放在上面 除了粗菜之外呢 也有一些肉類的部分 蛋白只有考慮到 對不對 這樣是OK的嘛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要幹什麼呢 就這樣 你為什麼老闆 你給的雞肉好高 你雞肉只有四條耶 那你如果不夠的話 這整個雞腿可以給你啊 你就需要吃 放到它拉絲放到那邊 好了…就這樣好了 示意示意 OK 好 好了 那現在這個要怎麼辦呢 對 怎麼辦 我們就在這個育餓的烤箱 你請問一下你那個 花葉菜到要幹嘛 花葉菜也是要放進去 因為它剛剛放得有一點遠 你知道嗎 放得有一點遠 你看這上面 好漂亮喔 人家說 人家說做菜是什麼 就是色香味嘛 對不對 你們有吃火579 開玩笑 這個顏色 對啊 很優秀耶 這個顏色放上去 這個已經分數很高了 對不對 好 看到了 好 好 沒問題啦 好 預熱的烤箱 我們進去烤個20分鐘 再把它拿出來 那可是放上去之前呢 我們要弄一點起司在上面 對 對 我想說怎麼 沒有起司 有啊 起司在上面 因為你知道嗎 你這個起司放在上面 你放到烤箱裡面 你已經熱了 它融化 整個那個感覺 就好像吃Pizza 在坎西是一樣的 而且我們有辦法想像說 那個起司是在那個 麵皮上 可是起司在飯上 滿想吃吃看的 對啊 而且很多那個 家裡有小朋友 怎麼… 你怎麼附那種不苟同的臉 家裡有小朋友的會說 可以放多一點啊 他們很想吃 小朋友都很想吃 你好後悔今天要試吃這件事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平常都是小孩子幫你當吃蛋 你自己吃怎麼樣 好後悔今天要試吃這件事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平常都是小孩子幫你當吃蛋 你自己吃怎麼樣 是不是 放到預熱的烤箱裡面 然後你烤個20分鐘 20分鐘 好嗎 OK 來 烤出來的狀況就是這樣 都你拿好了 烤出來就是 很漂亮 米米變成中型米Pizza 是… 但因為你這個也可以切個四等份 大家就可以吃了 了解 你嘴巴再撬給我看看 你還有沒有撒一些什麼 還有啊 當然還有啊 要一些美乃滋在上面 對不對 好的 太多了吧 對 好 這樣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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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那麼醜啊 不是 因為它這個切得太大了 好 那你那個海苔 海苔絲是要幹嘛呢 就是放在上面做一個點綴 哎唷 天啊 你真的就是哎唷 怎麼一個攝影師看到Chill High High 因為他們覺得你怎麼會這樣 你覺得他們有辦法選擇觀賞鏡頭嗎 真的 對 好 那個儀底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原本從米米米Pizza變成大Pizza 好 我覺得小楊哥 你先不要考慮整個刀工跟整個工序 先不要考慮 我們是在考慮說裡面的營養價值 對 我不曉得想剛剛你的過程 但是 你倒是替媽媽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對 因為家裡真的過年的時候 剩下最多的就是飯 對 那飯到底要怎麼運用 因為你現在這時候 如果你用麵粉在做Pizza 其實很搞剛 而且很累 對 那事實上 其實飯啊 它會比麵粉更有飽足感 對 所以其實 因為他今天是 小楊哥是體諒我們 大家做一個吃 因為他怕我們吃太多 對 萬一 對 所以他是做一個大的大家吃 但如果媽媽自己在家做我講 相對來的健康安全一點 所以可以做成小塊小塊給小朋友吃 那他今天的搭配食材還不錯 因為他就是把冰箱裡面該有的蔬菜 通常冰箱確實都會有一些 比較偏向於這種比較久放的蔬菜有沒有 就是青椒啦 甜椒 紅椒這種的 也可以把它做成一條一條的 然後另外小向小朋友最喜歡的海苔 其實增加膳食纖維 但是最主要我覺得倒是 如果可以放一些蛋啊 然後或者是說一些 雞肉部分可以再撒多一點 因為其實你的蛋白質量有點太少 對 所以其實可以把它的肉 把它弄多一點 因為其實飯有一點乾 所以如果有一點雞的油 那它表示它其實 它的油脂會更好吃 對 而且你剛剛那個蛋皮 也可以拿這個順便 但你沒有啊 變成蛋絲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營養概念其實是 是很好的 沒有啊 可是為什麼以你講那麼多 要一直稱讚小黃哥 然後你一副一不想吃的樣子 誰 她 她是還沒吃到 我是想說分給各位攝影大哥吃 是 至少是有這樣 但我不管啊 因為今天因為我要試吃 所以以你也要同事 那我們待會兒就要來試吃 這兩道清冰箱料理順便評分喔 好 耶 試吃時間喔 清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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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冰箱的料理 那不如來先吃吃看 好難選喔 因為我如果先吃雨柔的話 就會覺得說鴨子要吃小黃哥 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怎麼會呢 一個很健康很輕食的東西吃了 怎麼會壓力大 先吃雨柔就好了 先吃雨柔就好了 搞不好它吃完它的之後呢 那個就只要咬油就好了 好 好 OK 山明治 你看 這是它剛剛現場做的那個 好吃耶 我的雞泡肉 是嗎 而且是 它味道很棒 好吃 好 那個 而且它的那個煙燻雞放在這裡面 一點都沒有味道感 而且不會膩就很清爽 因為我們剛剛本來覺得 那個雞肉跟那個魚肉 它本來就有它本來的那個 醬料的感覺嘛 放在這裡面會不會怪怪的 其實沒有 完全沒有耶 其實因為像那個 有些漢堡不是那種塔塔醬嗎 對 它不是也會有那種跟那個魚肉 然後跟那個 那個美乃滋放在一起 對 因為它其實它 你看它第一層就是 那個醬料會比較豐富 那個口感會比較重一點 可是它第二層第三層 其實都很清爽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吃起來 其實是很好吃的 不會有負擔 其實我剛剛擔心的原本是那個魚肉 因為我就想說那個魚肉 味道好像有點重 它裡面有薑絲也有調味 因為剛剛看起來 是紅燒的感覺 對 就覺得說怎麼可能會合 就是它 沒想到它巧妙運用美乃滋 然後再加上洋蔥 去蓋過那個魚肉 原本的紅燒的味道 因為洋蔥也變甜 對 好吃 然後把它混合在一起 還滿絕妙的耶 好吃耶 好吃 你真的真的有在家研究過才來做的耶 真的就是我會做的東西耶 是 接下來各位觀眾 我們要來吃吃看 小蘭哥的 你看 我跟妳講 一定它是雙手比讚的嘛 來喔 這看起來我是覺得 媽媽應該會很形狀 對 這樣就很浪費 而且小孩子也會說 媽媽叫披薩 好好吃 會有那麼的感覺 對 下去就發現被騙 但我很怕 什麼被騙 好好吃 第二口會被騙 真的 我怕它會 小孩子會翻臉 因為你只要跟他說披薩 小朋友幹嘛超喜歡的 對啊 幹嘛啦 你比較幹嘛 我要先吃囉 先吃囉 壓力好大 這是哪裡來的 什麼 雞絲啊 這是雞絲嗎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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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講話 其實不錯啊 有那種鍋巴飯的感覺啊 而且上面也有一些那個 青菜蔬果滿好吃的 你講講話 你不要不要吃到我 你幹嘛這樣啊 我就講話 我要先講一下那口感 你先去Cue你講一下 滿好吃的 而且我跟你講 它這個是米嘛 你吃下去絕對會有飽足感 我吃下去絕對會有飽足感啊 因為 嗯 就是 我覺得 聊聊天啊 嗯 我覺得 你贏是贏在那個披薩 如果 不不 上面那一層起司 起司 如果你沒有那個起司的話 嗯 就這樣 我覺得是 那我剛剛在放起司的時候 然後還有人在燈我 對 我覺得這飯太厚了吧 嗯 就是它的飯 薄一點 然後 它整個味道就會 進入到飯 因為我覺得 因為有一點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一點飯是飯 然後上面東西是上面東西 對 有一點感覺就是吃飯 然後夾菜配這樣子 我們新春要講一點好吃的話 對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還滿香的 還滿香的 很香 我覺得特別 因為它都是用中式的食材 然後做出我覺得有點義式的東西 對 對 而且你從來沒想過說那個米飯可以跟 甚至說起司把它混在一起 對 還有花鹽菜 對 其實是營養滿分的 對 營養滿好的 對 可以幫爸媽解決很多事 對 幫媽媽整個多麻煩 我從頭到尾就聽怡黎講說 營養滿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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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機器故障 但是營養師他不講營養 難道要說他外觀很漂亮 好吧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投票囉 是 好嗎 好 OK 今天這兩道清冰箱的料理呢 到底誰會獲勝呢 我覺得大家就是餅公處理 餅公處理 跟我比較熟 就說一定要投給我 不會 就說還是要看好不好吃 沒有 所以我們就會看料理本身 對… 不能憑交情 對… 好囉 3 2 1 請投票喔 好囉 3 2 1 請投票喔 耶 我贏了 但是我給我把它吃 是不是 對 你營養滿分… 其實是滿好吃的 對… 為什麼會投給三名字 因為我覺得… 而且是拉雅的 沒有 因為我覺得 魚肉那道料理真的有讓我有嚇到 因為我一直覺得那個魚肉 完全沒辦法跟那個美乃池 跟餅公處在一起 大雞大利米漢堡 沒有讓你嚇到嗎 有 是另外一種 對 但是我就覺得它配合得非常好 而且我真的推薦 這一道料理的話 你初三 早上的話 或是現在初四初五 如果你來不及跟到初三的話 初四初五 你把你家的魚拿出來 加熱一下 雞拿來加熱一下 直接就是一道就對了 而且你睡完一年起來 這個早午餐就來了 對啊 你又不用那邊什麼 你唯一要弄的就是 只是微波爐稍微加熱 然後烤箱把它烤一下就完成了 對… 超簡單 是 我的這個也很簡單 阿飄數 我覺得它一樣滿分 但是它好吃 對 很好吃 真的嗎 而且其實它的雞肉 你看它有煙燻過 所以它雞肉那一層 它其實沒有放任何的調味 就簡單的用胡椒粉調味而已 那所以它的 其實它的口感整個加起來 不會像 我說實在你比大家好吃耶 你做出來 因為像我外面漢堡加太多美乃滋 它整個會吃起來會有點油膩 可是初三其實我們如果說 這樣吃的話其實是 清爽 它好吃但是它味道又很好 然後它的那個冰箱又可以清理掉 然後又營養滿分 那你講講小楊哥的 營養滿分 你就像一台壞掉在哪裡喔 一直跳針 沒有 我覺得如果爸媽 如果你們家真的剩了很多飯的話 我覺得小楊哥是可以考慮 是一個滿有創意的料理 但你真的要說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你今天對手是他 因為他的是讓我們有經驗 但是你的也很好吃 對 所以是對手太強 並不是這道菜本身有什麼 衰敗猶榮 對 衰敗猶榮 對… 而且重點是 而且只差兩分贏恨而已 只有 我也有意義 只有兩票啊 只有兩分 來 其實 恭喜讓雨柔獲勝 雨柔這道真的可以學起來 可以學 小楊哥的也不錯 對 但是還是要分出個勝負 今年的話講講吉祥話吧 今天大年初三大家都還在放假 當然啦 那除了這個大雞大利對不對 對 聞雞起舞 當然呢 也希望說 金雞來為您報喜啦 金雞報喜 那雨柔呢 那個雞年大就是 我覺得 月雞長好 對耶 對啊 可是它如果不是業務怎麼辦 不管啊 不管做什麼都業務 各方面的業績啊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真的是 大吉大利 對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要平平安 對 大家今天初三還不用收心喔 那記得初四初五的時候 就趕快把你們家的剩菜剩飯 拿來做成米漢堡 還有三明治喔 祝大家 今年一切順利喔 拜拜